这些石头的排布似乎颇有讲究 前南昆北 离东坎西 这里 不见了 这娘们又来这一招 我 我可不跳 谁知道跳下去会咋的 记得一条 他跑不远 谁 路过的 想问个事 路过 鬼鬼祟祟 一看就不是好鸟 把家伙放下 跟咱们去见老大 老大 什么路子 江北谷考会 这地界 如今归咱们办大事 没听过 和博物学会有关系吗 好啊 我说怎么还有其他人跑这儿来了 搞半天是博物学会的帮手 抓不到那娘们 先把你给抓到 你下手太重了 这都昏了 还怎么问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要 保我 二哥说 不得了的宝贝 找 好 为什么要抓博物学会的人 刚才那姑娘是谁 岑毅 她想救咱们抓到的那小子 博物学会 可以帮 鉴别古物 之前的叫声是怎么回事 这林子 不太对劲儿 要人 死了 怎么死的 血 没了 全身的血 没了 什么 先找到岑老爷子的孙女 这地方看起来不太平 是 这里是不是会有西显的怪物啊 很可怕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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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得你好像很懂似的 剑术 我的确不太懂 只是我曾经见过天底下用剑最厉害的人 古往今来学剑用剑的人多了去了 谁又敢说是最 他不一样 下方似乎有些动静 我看你这下还往哪儿跑 不是想救你那师兄吗 乖乖跟咱们回去 你俩就到一处了 退后 你谁 来找死的 我便是不退幼崭爹 不如 你试试看 残老爷子说你在这儿 你这儿 你之前受过内伤吧 谢谢 爷爷怎么知道我有危险 我出门的时候 也没和他说事来做什么的 他不知道 只是我们想找精通 轩辕皇帝阵法之处的人帮个忙 他才告诉我们你在这儿附近 找我帮忙 可我懂得也不多呀 要不先从这里出去 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 好 只是 我要拒救师兄 他被古考会的人抓走了 你们这样厉害 能帮帮我吗 你也是过来找宝贝的 怎么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儿的确出了个了不得的东西 是一把形质很古老的御书 被我们博物学会的一位老前辈见到 但后来 古考会的人把他抢走了 还打伤了葛先生 葛先生的随从 就先送他去西面的杨平找大夫 我和师兄留下 想从古考会手中追回御书 这古考会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们啊 打着研究古物的名头 说白了就是一伙盗墓贼 经常从墓里弄些金石玉器倒卖 才不管是不是会破坏遗迹 自从见了那御书 他们就说这附近一定有座大墓 自己又分不清东西是什么年代的 想抓我们一起下墓 我学过些防身的功夫 加上点阵法之术用来周旋 好不容易逃脱 师兄却落到了他们手里 走吧 一起去救人 多谢 不过我们可得小心 这林子里有个大阵 进得来却难出去 这个阵好像是很久以前布下的 但基本的防护作用还在 闯进来的人 要是不懂一点阵法之处 或是运气欠佳 说不定就得一辈子困死在里面了 这种阵一定会随着时间流逝 而失去效力吗 也不一定 但如果这个阵本身是利用周围的环境 用草木山石来布置 有一天滋海变成了桑田 肯定就不灵了 原来如此 你 先前我看见 你是一瞬间忽然出现的 那是不是什么法术呀 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我们博物学会 虽然只是个民间学术组织 里面的典籍 却也称得上浩如烟海 记载了许多常人不能理解的东西 所以 我不会那么大惊小怪的 是吗 谁在说话 还不是大惊小怪 你你你你 主人 这个人实在太奇怪了 这是你养的吗 不是 抓紧时间 还有什么 我们就边走边说吧 嗯 颜色 骑 old 还有许多石头组成了大镇里很关键的一部分 可它们大多都损毁了 所以有些布置就变得没用了 也有些布置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 坏人一直都听我看 你是不是黃金貝天鼠呀 我在學會的點擊裡看到過 好像舅舅的名字 不要你們說對了 我就會理你 你看難得有女生一直理你 你的主人都不理你 然後一直看他哎 這塊石頭看起來有點特別 和周圍的不太一樣 會不會是原本大陣的一部分 我先收起來 萬一等會有用呢 不好說就算有 也不一定事物或許是沒的利益 其實葛先生講過 那把運輸的閒置 連他也拿出點是誰的時候的 畢竟他最擅長的不是這個 輸子能夠保存的比較好 大概也是因為 這六座大陣的緣故 陣命一切不如一三年 也難怪此地的勝利 多少有些意外 先前撿到的石頭 就是從這裡掉下去的吧 我來把它放上去看看 現在從這個坎位 應該就能傳送去離位了 是在何處被發現呢 就在路邊的草叢裡 像是被什麼人隨手扔下的一樣 葛先生說 在找到運輸之前 他和隨從走的是關道 後來河面上飄來一朵 他從沒見過的蓮花 他這個人好奇心特別重 索性就不走了 還讓隨從送信到燕林 給我和師兄 和我們一起來研究 我和師兄原本想把他勸走 畢竟葛先生年紀大吧 不能一直風餐露宿啊 可是等我們趕到時 他已經被人打傷了 玉書也被搶走了 幸好他們當時待的地方 還在大陣外面 不然可就更亂了 怎麼說 布置的手法 很像我在家傳卷轴裡 看到我的那種 總之有種熟悉的感覺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等等 装扮和谷考会的人不一样 瞧着倒像是寻常农夫 我听说盗墓贼有时候 也会抓些身强体壮的农人一起下梦 若是遇上机关 就让他们先去试 要真这样 也太狠毒了 可是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师兄他会不会 别慌 既然谷考会的人想利用你师兄的学识 应该暂时不会动弹 这两人都是往前跑时被一刀穿凶 杀人者的手法极其利落 力量很大 堪称用刀的好手 难道是贺冲 谁 谷考会的二把手 会讲怀清离异地 据说这个人刀法出众 性子残忍 喜怒无常 惠里真正的实权被他把持着 不过也只是传闻罢了 做不得准 对了 其实两年前 我见过谷考会的人 那个时候 他们用的武器五花八门 不像现在 统统配刀 肯定是练习了某种刀法 并且威力不弱 不知如此 他们用来锻炼体魄的方法 应当也被特别指点过 隐约有妖族的痕迹 你们看 那边的泥土好像不太一样 下面会不会埋了什么东西 我来 主人 我帮你 这就是被吸干血的人 吸血 古考会的人说 有什么东西袭击过他们 这装扮也对得上 不过尸体短时间内 能变成这样 可不只是被吸干了血 为什么 它是埋在土里的 另外两人 却直接倒在草丛中 这两名农人的鞋底 指尖 衣摆上都占了泥土 也许这具干尸 就是他们掩埋的 但随后 他们又很快被杀死了 至于为什么曝石荒野 或许是因为杀人者来去匆匆 也或许是觉得 根本没有掩埋的必要 继续走 人也好 墨也好 大概就在附近了 我们把这两人简单埋一下吧 要是尸体再被野兽啃咬 你要是尸体再被野兽啃咬 一 尸体再来 要是尸体再来 要是尸体再来 今天他们是尸体再来 这鬼地方连个墓的影子都没 出去的路也找不吵了 邪门 嘘 想死你就再大声调 二哥正烦着呢 一个不痛快直接载人 那俩农夫趁着咱们去买孔麻子的尸体 竟然敢逃 这还得了 二哥一人一刀捅过去 全死得透透的 我小声点 小声点 你要我说你也别急 这几年咱们什么阵仗没摊上过 本就是刀口甜血的日子 所谓富贵险中穷 没点危险 轮得上你我发财 总觉得这回不一般 神神鬼鬼的事情咱也听过不少 你看孔麻子得了那语书 结果就他一人弄成那副惨样 东西还不见了 你说 会不会是那玩意儿的主人 找得算账来着 师兄在那边 那就是他们的老大怀亲 贺冲好像不在 他们想抓我 我去引开 不用 无非是投鼠机器 什么人 这女的从哪儿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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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nned 警察 惊羽 其兵 你还有一种 协市 因为你们的从né 挟死 蛮事 各种 好 好 好 二弟 大阵要变了 刚才的打斗把周围破坏得太厉害 二弟 师兄抓了我的手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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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们都没事 就我醒来时泡在水里 差点没被呛死啊 大哥 二哥 二哥 咱们这是 光个屁 曾英那死丫头不神神叨叨的说有什么阵吗 罢成是中招了 阵 傻阵 那 现在咋办 你脑子被狗啃了 当然先搞清楚这是哪 是 是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谁敢这个时候拖后腿 休怪老子砍了他 走 二弟 你先前 是不是受了伤 小他妈啰嗦 快点跟下来 好 我不说 不说了 师兄 你怎么样 没事 我没事 先前明明先进了泥掌 可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 大概是某种照眼法 那些并不是真的泥土 这般昏暗 当真令人有危机四伏之感 盛珠还在吗 你说这个 他会自己跟着 行动时便利些 好厉害 好厉害 我以为师姐送我的夕阳灯 已经很方便了呢 没想到还能这样 师妹 你的朋友 我们也才刚认识没多久 他们都很有本事 要是只凭我一个人 根本没法子救你 好厉害 谢过几位的恩德 日后必要报答 本是博物学会 同古考会之间的事 却将你们牵扯进来 实在惭愧 没什么牵扯不牵扯的 现在 都是一条船上的了 先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出路 按R可以 按R 哦这个啊 开关 哦哦 哈哈 开灯的作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好 啊 天哪 是一座石像 难道这里真的有古代遺迹 若是老师和葛先生 他们也在救好了 师兄你看 这石像 好奇怪 头身分离 此类形致历朝历代都很罕见 若说是木造 便显得有些无理 从古至今讲究死有全尸 怎会有人在墓中建造这种雕像 后面伸出来的是什么 你先别动 我看看 似乎是某种植物的根筋 也不知在此生长了多少年 有什么要从这些根筋中流过 流进下方的浅池 石头里能流出什么 师妹 有骨头 还有腐烂的不薄 你是说这个石像里 关着活的什么 假定植物的根筋就插在那个东西的体内 血液不断流出 进入下方的浅池 再通过池子边缘的石道 被送往塌处 也不对 被封进石像里 想必活不了多久 若是死了 血液很快就会凝住 难道他有办法在被封住后继续存活 或者从一开始他便是尸体 流出来的也不是血 师兄你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变得好吓人 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你方才说什么 没什么 那照理的推测 这倒像是某种献祭的场合 但学会中的典籍并无相似记载 我把它画下来 以后有机会可以去问老师 问学会里其他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和师兄一时激动 都忘了还有其他事 能不能再耽搁一会儿 不用多久 无妨 我倒觉得 你们说的挺像那么回事 这植物根茎里还有些污迹 或许真的是血 我们暂时不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 仔细观察 多一些线索总没有坏处 嗯 我给你 既然心存疑惑 为何不把石像破开 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 不行了 这样不行 从近博物学会第一天起 老师就告诫我们 研究古物是为了更多的知道历史和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从哪里来 这之间又发生过哪些事 但如果为了弄清楚这些 遇到过东西就直接破坏掉 那留存的不就只有纸面记载了吗 谁又能保证自己写下的就一定是对的呢 何况一些做法也有伤天和 除非别无选择 而且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复原 不然通常是不会这么做的 那个南部城 我们都得下水 那边 那边有船过来的 还不止一搜 你 还有你 去瞧瞧这几艘船是怎么回事 水里的花儿别乱碰 二哥 我 这 还不快去 要么你们现在就死 好了 你 这 我 这 还不快去 你 这 我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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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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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調查 原來這後面另有乾寬 是條死路被塌下來的山石堵上了 地上好像有腳印 還是從石頭後面我這邊走的 和我的腳差不多大小 僵屍 是不是僵屍 閉嘴 斷面比較新 顏色和其他地方不同 也沒有任何風化的痕跡 一路過來 這是唯一移出垮他的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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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魂殘留下來的一點意味 這麼說,這個原本確實有鬼 主人,我們趕快離開吧 在哪裡啊?聽不到 哦,在這裏哦,那我怎麼打的他 哦,你可以死 打不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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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嗯 因為我會掉下去哦 該不會總打完又不用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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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多避 哪可 畅製 人 也 你 kanske 这个 呃 师兄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有点头晕 是我疏忽了 你被谷考会的人抓走 一定吃不好 睡不好 后来又一直赶路 在这附近修整一下呢 我 当真惭愧 不用想那么多 你精神好了 我们才能更顺利地离开这儿 好在除了几只鬼怪 眼下也没什么紧迫的威胁 休息一两个时辰问题不等 那就麻烦几位了 原来你们是拿着那个新屋 找到爷爷的 天鹿城 依照八卦设置的 围绕全城的大阵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爷爷也不知道 另一番新屋的下落 据说关于这件事的记载 在多年以前 就因为意外被复制一句了 天鹿城 离这儿非常远 有多远 像是航海土里画的曼巴萨 或者木古都树那样 在另外一块大陆上 差不多吧 那有机会 你能跟我讲讲那边的风土人情吗 老师总说我年纪还小 他们跟船出海 都不带上我的 说不准你有机会亲眼去见识一下呢 真的吗 你是指让我去看看那个大阵 可我觉得自己使不上力 绝对不是谦虚 能见起那样的一座阵 且不论是不是轩云皇帝 对方的本事实在超过我太多了 根本不能想象 你知道吗 曾家在一百多年前经历过一场大火 家传下来的典籍 大部分被焚毁了 传说中 眩云皇帝留下的阵法要术 也只剩下小半本残卷 我觉得就是这点皮毛 那曾家可还有什么亲戚设备词到 你没听说过 光是我把这本书翻出来看 都被爹娘念了 说我越发古怪了 要不等到离开这儿 一起去杨平找葛先生吧 他交友广阔 认识学会里许多能人 说不定会有什么办法 也好 谢了 各自休息一下吧 养足精神 嗯 你干嘛看我 啊 我也不想干嘛 就是头一回见到黄金飞天鼠 我能摸你一下吗 什么 我们才认识一天 我是这么轻浮的鼠吗 哦 那等以后熟悉了 你能让我摸摸吗 原来你主角想要摸啊 很可爱诶 我是这么轻浮的鼠吗 哈哈哈 独角无眼 诶那时装要怎么用啊 哇懂哦是给那个 呃成英用 呃成英穿的 ok好 这边有东西是不是 看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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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和我说说那个水杯 用剑很厉害的那个 说什么 随便说 比如叫啥名字 住在哪里 怎么个厉害法 他叫金云 金云 听起来有点耳熟 天鹿城的剑术 就是来自于他的传承 难怪 雨灵给我的那本剑谱上 的确有这个名字 那他现在在哪 离开天鹿城了 金云生活的年代 对大多数人而言 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他是轩辕皇帝 麾下的一员大将 也是一位剑术大将 空腾山的先人曾言 金云之兵 有剑灭万法之事 当然 许多事情也是在他死后 我才慢慢从 姬轩辕的族人那里听来的 我唯一一次亲眼目睹 静云阵前杀敌 是有一回他领军出征 我偷偷跟进了他们的队伍里 在他之后 我确实再没有见过那样的剑术 哪怕是天鹿城的辟邪用出来 和他本人也是不像的 那样的剑术 又是怎样的 静云曾经说过 所谓剑术 就是置对方于死地的记忆 只剑者 当有鬼神接斩之心 好大的口气 鬼神接斩 喂 你既然认识他 岂不是已经活了将近四千年了 对我们这一族而言 若是能够长成 千载岁月并不算什么 你不是辟邪 又怎么会待在天鹿城 四百年前 我身受重伤 就借用了古厕回廊里 混沌之气充盈的地方休养 那你的伤 养好了吗 和全圣之石相比 仍然差得很远 是被进攻天鹿城的魔打伤的 魔域极其广阔 天鹿城仅是异域 没有许多十分厉害的妖魔 盘踞各地 我与他们之间 未必有什么成怨 但大多时候 都是生死相不 即便真的死了 也怨不得对方 既然如此 你和玄哥的约定 当真那么重要 伤都没好就跑出来 莫非你也是和他打赌 赌输呢 爷 你说的重要 我不太懂 既然已经答应了 不就该做到 那和其他妖魔的战斗 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不断地磨练自身 变得更强 然后呢 任何时候 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无能 茫然愤恨 不生则死 不战则亡 对许多妖魔来说 活着本就是这样 好一个不生则死 不战则亡 久远以前 大地上的人 不也是如此 那个时候的你 又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候 我只是一只弱小的 随时可能被杀死的眼兽 怎么 难得看你笑 我 笑了吗 师兄说他感觉好多了 问要不要接着改路 行 走吧 啊 北洛撩妹是吧 难得看你笑 是吗 我笑了吗 真的是好 好 然后 这是第二个 还有三个 就知道还有多少东西要拿 咱们为什么不往上游去 那边可是有船飘过来 你告诉我 蒋从哪里来 二哥不说了吗 边走边瞧 好 随静变 要是下游没啥东西 再想办法去上游 郑老六 不见了 啊 难道 有水鬼 这发光的是啥 还不躲开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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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要离开这里 上岸 离开这里 我们得上岸 那怪虫已经被我赶跑了 老六也是自己不小心跌进水里 别他妈疑神疑鬼 看见没 前面有个小岛 待会儿先在那里下船 我现在在那里下船 我现在有什么 二哥 你别要 我打个手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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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说 我说 这罐子上画的是什么鸟 真让人不舒服 乖乖 吹个玉碗 二哥 你瞧 他得值多少钱 二弟 应若 怎么了 人生 惨叫 多小心点 这边已经没有路了 想办法过去看看 好大的一幅石刻画 这上面也有受捧头颅的人 这个姿态肯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精妙绝伦 当真是精妙绝伦 照此记忆 此地先明知强大富有 恐怕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你完全没有印象吗 你是说 关于古时候的这些人 人族至多百岁一世 便是过去了三十五代 我也未必能留意到什么 即便静云在世时 我也只是住在离轩辕秋不远的大泽里 很少会去部落 朝代 衣室 器具 人族的这些我所知不多 若是没有其他更明晰的 快看 我找到了一个机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 我大气都不敢出 师兄 这是古代的什么仪式吗 不知怎么当 总觉得那些人看起来很哀伤 气血气嗓 大概便是如此了 虽然不清楚他们为何会出现 但此地对他们来说 必定极其重要 我心里一点都平静不下来 可又像是被刚才的那种感觉影响了 莫名的有些难过 脚印凌乱 一共有四个人从这里匆忙经过 要么掉河里去了 要么渡河到了对岸 这里果然是一座古墓 空关 师妹 以后不可如此随意 万一有什么异状 届时毁之晚矣 哦 好 对了 你们觉不觉得 这个石棺很像一只眼睛 不只是石棺 还有山壁上的画 还有这条地下河 我刚才在河边看了一下 按照河岸的走势 这儿有可能是河岛中比较宽的一段 而前后较窄 如果能清清楚楚地从高处俯瞰 说不定也会觉得整个像一只眼睛呢 可惜这里太黑了 都只是我的猜测 对身体一部分的崇拜 古已有之 回去以后我们专门找找 关于眼睛的记载 师兄你说 是不是古考会的人把尸体带走了 难道尸体上有什么东西 一时不好取下来 但又特别值钱 为何不是启示 你看这周围一片混乱 应当发生过什么 石棺底部还刻了些图案 师妹 你把这些记下来 我们回去之后慢慢比对 试着读出里面的意思 嗯 陶器上的纹样都很古老 乔州有点像下伤时的东西 但又不太一样 这些是 我觉得石棺里的这个人 在当时的身份一定非常高贵 何以见得 师兄你看 这个陶宛上刻的图案应该是米粒 会这么画出来 多半是祭祀时用的 你的意思是 这可能是雪 祭神用的精米 对 也就是说 石棺里的人 至少在给他建造墓穴的人眼中 跟神明一样高贵 之前出现的那些虚影 也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 行了大理 还有这些 虽然器皿内部只剩下一些粉线 但外壁的图案十分清晰 分别是贫 凡 温 躁 现在说来不稀奇 但古时候 却只有在祭神大典 或者非常隆重的宴席上 才能使用它们 一路走来 我发觉这里的格局也很讲究 《藏经》里面说 弃城风则散 借水则止 古人聚之始不散 行之始有止 此处山势和河 藏风得水一应俱全 正是少见的风水宝地 这样说起来 我们还真是误入了 一个大人物的墓里 这是什么 我瞧瞧 好像是颗种子 看着有点像莲子 跟河面上飘的那些花有关吗 师妹 我在那几艘船里 发现的这个 又是眼睛 我记得学会里 有本书上说过 在一些偏远地区的部族中 船的含义就是关 在人度过生死之河 所以这些船 也都是棺材 加上人像里的尸骨 这儿也许是个很大的河藏墓 岛上石棺的主人 他的身份地位 应该是所有人里最高的 是谷考会的人 和我们在树林里见过的一样 全身血液都没了 伍赵 你不下去杀了那些人吗 他们竟敢这样冒犯你 他们中间有一只辟邪 辟邪 那种讨厌的妖族 竟然还没有灭绝吗 我来此地之后 靳云和姬轩缘如何 靳云我知道 你死后没多久 就有消息传来 他在乱羽山战死了 等他那帮部下赶到时 人已经魂飞魄散 尸骨连点渣都没剩下 不过 拜他死在那所赐 乱羽山的魔器倒是全被净化了 然后 我就被你那帮信徒关进了罐子里 你能想象吗 这么多年 我快被闷死了 就算他们自己不惜命 要用污之血 用魂魄把这里弄成养魂地 可凭什么这样对我 定过契约 就一定要给你殉葬了 战死在乱羽山 靳云 以为这样我便会原谅你 那帮家伙离开了 往另一边的山道上去了 五丈 你什么时候能把头安回去 这样看着真不习惯 使舅 想回到罐子里吗 你看 我只是一只鸟 堂堂鬼师 不会和一只鸟计较吧 我 我还是很有用的 可以帮你盯烧杀人 五丈 你不能没良心 我想去看看 欢喜和思维 等等我 我这不是一个人 我照顾他们 好 我 你不着急 有 bug 是 我 也有 我 你不过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你当年为了雷祖也去守着破规矩 到头来西陵又落了什么下场 疼死了 脾气真坏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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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不是说周翁王以后大家就不用献天八卦了 只是对比之下会发现古法和后世的方法差异的确不小 如今的称书也多以周翼为尊 但在古时候与他齐名的还有连山和硅藏 是宣人皇帝所穿的称乏吧 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 而连山则是山之初云 连绵不绝 师兄说的没错 可惜到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关于他们的更多记载了 这是殉葬之间 禁妖 此地当是轩辕皇帝时的墓葬 这种妖兽叫做禁 轩辕皇帝时为了灭杀他们 人族伤亡惨重 但终究令他们数量大减 在皇帝之后绝技于人间 此地的尸骨超过三聚 想来并非墓主人偶然所得 那么极有可能墓主人就生在当时 并且也参与了破镜之战 皇帝时的墓 皇帝时 我怎么这么傻呀 师兄 杨平不就是从前的鼎湖吗 相传皇帝在鼎湖御龙升天 后人还在那修建了皇帝灵 虽然传说不知真假 皇帝灵也只用来祭拜 并不是真正的灵墓 但如果我们眼下仍在湖水附近 离杨平也就不算很远 这一带要是有什么皇帝时候的遗迹 应该不能是巧合吧 的确不无道理 可是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很多东西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你的问题晚点再解决 说起来太过复杂 哦 破镜之战时 禁云也在 按岑莺所说 墓主人在当时不可能是个无名之辈 会不会是像禁云一样的将领 单看此地的器物和摆设 与当年的轩辕秋颇有差异 轩辕秋 就是皇帝所建的都义 那个传说中的国上之国 那 你们能不能别只顾着说话 那边的骨头 骨头冻了 还要能不及 祁瑶 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并非 只是古孩被伸了法术 给我冷静一点 看着再怎么厉害 也不过是一堆朽兰的尸体 再来一堆朽兰的尸体 最近准备了 如果有很多動物 就用一工程 用一工程 就用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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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兩工程 在那裏 用一工程 完全不一樣 可以用一工程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嗯 哼 确定 你们说 古考会的人去了哪里啊 后来就再没见到了 还有最后那个房间 左面的静腰明明少了一只 按理说 这种墓葬的规格非常严 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他 难道是自己跑了吗 总有发现不了的秘密吧 我们能看到的 大概也只是其中很少的一些 师妹 你不会还想回去吧 虽然这一次阴差阳错 祸以匪浅 但墓里毕竟危机重重 何况我也担心葛先生 我们一当去杨平 看看他老人家吧 放心 我不会莽撞行事的 大伙也需要休息 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房间并不是殉葬之间 我们经过的地方 只有那一处摆了那么多的长明灯 而且连着一条很长的过道 通往地面 与其说是对方殉葬品的地方 不如说是仪式的一部分 简直像是为了迎接牧主人 重返人间 随便说说罢了 这些玩意儿我可不懂 不会不会 我觉得很有道理呢 全部被独角群猜对了 这边还可以回去吗 哎还可以耶 不过我们不回去 好我们要走到这里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战斗才对 哎呦胡 哎有东西 好没了 好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啊 然后古剑我们也把那个boss打完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 一半日在玩古剑奇谈 奇谈 古剑奇谈3 然后明天跟一半六就是玩 天天节手游啦 那 不至于会每天都玩天天节手游啦 因为现在是公测的 所以 比较没有那个封测的时间压力了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 希望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就这种IG 还有twitch 那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